一般的炒飯你們都會了 我今天不就教你們這個 教大家一個有儀式的炒飯 干貝蛋白炒飯 今天要做什麼料理呢 上次去香港啊 你說你會做干貝蛋白炒飯 怎麼做呢 喔 上次吃完之後有點驚豔感 我覺得這道菜呢 可以來教每一個媽媽怎麼做 而且它吃起來又很高級 這道菜其實不難喔 我們就來做這道 干貝蛋白炒飯 好 鍋子呢先把這個爐火把它打開 烘一下 一大匙的油量進來 然後其實說真的 炒飯油量要夠才會好吃 這一次呢去香港發現了他們炒飯的那個 油香味非常好 台灣很多人在做炒飯的過程呢 可能油脂不夠 所以你吃起來都是這個 米飯的這個澱粉質 所以香氣不夠 還有另外一個啦 就是他們國外的部分 用的都是 泰國米 泰國米的那個Q度 跟硬度也會比較好 台灣的米粒的濕潤度是 水分會比較多一點 直接下蛋白 蛋白進來之後呢 你就拿筷子 左右撥 好 這時候就轉成 小火亮 洋蔥下進來 紅蘿蔔也進來 就做一個拌炒的動作 台灣的料理呢 其實都會用到全蛋去做炒 那有這個蛋黃的這個香氣 那它的蛋白呢 其實呢 在這個炒飯裡面 你吃起來口感呢 其實很像魚肉 吃素的 你也可以這樣子做 干貝的部分呢 它是窯住是乾的 所以我就泡了這個熱水 然後泡完之後呢 我就把它倒成絲狀 就把它放進來 剩下的這個 泡了這個干貝水 等一下呢 炒飯的時候要用 開中火亮 下去炒一下 這個時候再把 白飯放進來 為什麼有時候炒飯會炒不開 炒飯一炒不開 其實就是它本身的這個澱粉質 那有時候你的米粒呢 煮得太軟 其實是很難炒得開的 這個也是剛煮好 稍微燜一下 中間的部分呢 還是有些水分 所以呢 你要聽過拌炒 然後有油脂去拌它 它才會開 這把它轉小火 然後這個炒飯呢 當時去吃的時候 它的整個顏色 都是很鮮豔的 表示說它不是一直是 煸炒 或者是爆炒到很香的那一種 像這樣有點開對不對 干貝水 把它加進來 那干貝水加進來 你看 米飯的米粒 澱粉質就是這樣 要嘛 有水 它會開 要嘛 有油 它會開 就是這兩個動作而已 你看 這樣整個又開了 好 這時候我就把它開大火 鹽巴可以少許就好 胡椒粉 拌均勻 你看這個紅蘿蔔在裡面 其實就很像蟹黃 蛋白在裡面 吃起來又像魚肉 其實又像蟹肉 所以這道菜就是 很平淡的這些食材 可是呢堆疊起來 是很高雅的一個味道 蔥花進來 好 裡面會加蔬菜 在香港吃的時候 它是加一些芥菜 那我這邊剛好有一些 冷凍花椰菜 水分把它擰乾放進去 中小火 拌炒 維持蔬菜的鮮度 包括米飯 不要讓它就是 跑到這樣粒粒分泌那種感覺 它就是有一點 這樣子的潤口 有一點這樣水分 起鍋前再淋一點油進來 好了 準備起鍋了 準備個碗 就讓它扣起來 多美的一盤飯 來 準備上菜囉